所有的科幻作品都建立于一个问题上 What if 银杀手问到了 假如人工智慧比人类更有人性会发生什么事 海科人物提出 假如我们全都活在一个模拟世界之中呢 漫威问了 假如蚁人能钻进萨诺斯的X眼里在变大呢 而沙丘则是问了人们 自从有了宗教以来就在问的问题 假如真的有那么一个救世主 能够看透一切带领我们走向未来呢 这个答案绝对跟你想象完全不同 大家好我是超立方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的 你没有错就是你 如果你出来乍到 记得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先去看一下我之前做的一部深度援助介绍 与一部疑惑解答 才能真正看懂今年规模最大的科幻盛世 不过沙丘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异想天开的世界 这个讲述预言的故事 自己也成为了现代最迫切需要的警示预言 沙丘这个层层堆叠的宇宙到底藏了什么顺息 穿好你的蒸馏服 准备好你的香料咖啡 让我带你深入这一片陷恶的荒漠之地 在沙丘的故事之中 Paul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天选之人 万年难得一见的英雄 他继承了父亲高贵的邪同 从小耳濡目染 对待任何人都犹如智友一般敬重 更是Benny Jesuit御种计划 一万年以来小心翼翼培育出的结果 受到母亲训练 拥有从来没有任何男性拥有过的强大心灵能力 在这个故事中Paul来到了Arrakis 整个宇宙帝国中最显恶却最有价值的星球 成为Paul英雄之旅的最终试炼场 上帝创造Arrakis就是为了锤炼信徒 就如电影中行星学家Liedkine所说 无论是机器或是人类 都非常容易在沙丘中折损 不过Paul也证明了他绝对不是一般人 首先Paul的第一个试炼就是Benny Jesuit的Gumjibar测试 如电影所言 他必须将手放进圣母所拿的盒子 受尽超越人体极限的神经酷刑 却不能将手抽出 否则会马上逼命 对于Benny Jesuit而言 一个动物被困在陷阱里时 会啃断自己的脚来逃脱 而真正的人类则会静待时机 真人可以控制自己体内的任何一条神经 我们测试的是危机 你都有危机的洞察力 Paul的第二个试炼就是Arrakis的沙漠 《沙丘》这个故事有许多部分 受到一位一战时期 在中东地区为英国效力的传奇人物 T.E. Lawrence所启发 当然这个人的故事也被拍成了一部经典电影 《阿拉伯的劳伦斯》 其中Loren示范徒手熄灭火柴的秘诀 就跟Loren一样 Paul不让身体的痛苦盖过神智的清醒 将Arrakis的荒漠视为考验 而不是需要逃离的陷阱 就如小说中这么一句话 浅尝死亡的气息比死亡更可怕 他懂得唯一在荒漠中生存的方式 就是运用沙漠的力量 吸收Framan人文化 对整个星球抱持的不是恐惧 而是无比的敬意 我绝不能害怕 恐惧会扼杀心智 是潜伏的死神 会彻底摧毁一个人 我要面对恐惧 让恐惧掠过我 穿过我 当这一切过去 我将睁开双眼 凝视恐惧走过之路 恐惧消逝后 不留一物 为我独存 这也就是Harkonnen人犯的最大错误了 他们极尽全力试图压榨这颗星球 但实际上害怕这颗沙丘之心 不愿理解只有利益 正好与Atriades家族完全相反 难道你不理解Harkonnen人与Atriades之间的区别吗 难道你还无法通过Harkonnen留下的臭味 嗅出他们的阴谋吗 Atriades人的忠诚是用爱换来的 而Harkonnen能用金钱买来的 却只有仇恨 而Paul就如同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是沙丘的唯一英雄 他是奥德修斯受尽苦难却仍抗拒诱惑 他是Ellen Ripley 面对恐惧却淬炼出全新的自己 他是Luke Skywalker 带着海纳摆穿的同理心 以及对抗邪恶的决心 他是美国队长 面对跋山倒树而来的陷阱 以及威胁却仍然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起身 Do this all day Paul Atriades 集结了从古到今各式各样神话之中的英雄特质 但你看完电影之后是否觉得 Paul不是一个让人能够真正完全投入 或者认同的角色 这完全是电影与书籍的刻意设计 更是故事贯彻时钟的重点 从各个方面来看 他都是沙丘的英雄 但是这个英雄带来的将会是全然的毁灭 对不起我误导了你 让你以为这是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 沙丘是当代最需要的恐怖预言 原著作者Frank Herbert对于英雄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Paul应该要更有主角风范 更让人认同的话 你就正中作者的吓坏了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被充满魅力 看似有说服力的领袖误导 有多少次因为听到镜头前的人 说出自己想听的话 就甘愿被牵着鼻子走 Paul具备众多传统英雄的特质 但是仔细审视之后 你会发现他天选之人的身份 在多数时候根本是精心捏造出来的 Benny Jester在多年的育种之后 才产出Paul这个继承的强大能力之人 旗下的护士团更是四处散播传说以及预言 用意就是让在宇宙各处遇到危险的姐妹会同胞 在当地找到庇护所 在电影中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传说演变了几千年之后 终于在Paul身上实现 Li-San Al-Kaib Li-San Al-Kaib 人们如此喊着 在Benny Jester的操弄之下 Frammen人都以为 这位Benny Jester的儿子 就是能够带领他们脱离苦海 让Arrakis成为新天堂的弥赛亚 摩地抵达的第一天 当他与家人驶过Aaron King街道时 有人想起了那些传说与预言 兜丹喊道 但他们的呼喊 语气说是宣告 不如说是疑问 因为人们此时仅是寄望 他就是预言中的Li-San Al-Kaib 天外之音 漫威的《假如》最新一集才提到 然而Paul在实质意义上 一出生就被强迫塑造为英雄 没有考验 没有成长 只靠虚假的预言以及人造的伟大跳级登顶 不幸的是这种看似浑然天诚 实质上却是经过操弄而铲出的领袖 更容易被许多人们当作崇拜的对象 Paul作为一个英雄 更是逐渐学习利用这一点 电影中他 Jessica以及Li-San 在废弃生态战谈话时 Paul灵光乍现 想到他可以利用Framan人对于 Li-San Al-Gaib的传奇 来逃出这个皇帝以及 Harkonnen家族设下的陷阱 他虽然对Framan文化充满真诚的兴趣 但终究只是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也就是他父亲所谓的沙漠力量 掌握沙漠力量才得以推翻皇帝 向Harkonnen复仇 最终恢复自己家族的荣光 Paul需要的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正是这个 有一个奋斗理想的人民 这种人最容易受热情和宗教狂热的感染 只要运用得当 他会像利剑一样所向披靡 帮助Paul赢回他的地位 当年阿拉伯的Lawrence也是如此 花费半辈子向当地的阿拉伯部族散播梦想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象征 实际上当地人的崇拜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达成扩大英国版图的必要手段 Lawrence晚年在自传之中 至少还会怀疑自己的地位以及虚位 但是Paul无法意会到这一点 因为对他来说 他确实是这个故事之中的英雄 这就是领袖的危险 他们相信自己的使命 或至少呈现出全然相信的表面 因而让广大对于自己缺乏献心 茫然迷失的人们 趋之若鹜 相信各位都多少认识甘乃迪这位美国前总统 一个战争英雄带领人们航向太空 对抗苏维埃的冷战威胁 因资焕发的男子 最终惨遭刺杀 不过沙丘作者Frank Herbert 却认为他是美国史上最危险的总统 为什么 一个如此充满魅力的领袖 掌握了三亿人的命运 手一挥就能移山填海 于是人们就说 帅总统大人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去越南打仗吧 好走起 我们一起去越南送死 结果如何 相信不需要我明说 除非你国中历史被当 反之对Herbert来说 水门事件的始作俑者 差点被弹劾Nixon总统 反而是美国史上最有价值的总统 原因很简单 因为尼克森的种种丑闻 教坏了人们 不要相信政府 而且还是亲自下海示范 无可避免的 人们没过多久 就会忘记这样的教训 再度寻求依靠 再度寻求能够验证我的想法都是对的的领袖 人们之所以忠于帝国 是因为太空无边无际 若没有凝聚的象征 他们会感到孤单 对孤独的人来说 皇帝是坚持 明确的存在 他们朝他奔过去 说 看啊 他在那里 他使我们凝聚在一起 不幸的是纵观历史 当领袖崇拜 演变成狂热的宗教信仰 他就不再是以正义或进步来带领人民 俨然成为暴君 当然宗教本身并不是坏事 这里的宗教是指 盲目地追随某种信念 Frank Herbert也有提过 人们时常将决定权交给任何 能够把自己围绕在社会的神话之中的人 在权力以及魅力的结合之下 一不小心就会造就出 半生半人的存在 支持者不再是支持者 而是狂热的信徒 无论口中高喊的是 或是多灰控制 或是让再度伟大 甚至是发大财 都是同样的道理 于此跟随者就成为了 拼凑成一个点子的碎片 而不是自我思考的个体 当法律和职责 在宗教的作用下结为一体时 你永远无法拥有完全的自我意识 无法完全体会到个人存在 这样的领袖 即使自认为能够撇除私利或是恶意 都容易引发连他自己 都无法想象的燎原之火 在电影中 Paul在预像之中 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尸体 Fraemen仍以他的名号发动圣战 烧以整个宇宙的这一把火 远远超出他的掌控 这次前方不远处 狂热的Fraemen以他的名义 在宇宙中杀出一条 属于他们的荣耀之路 Atreides的绿黑旗 成为恐惧的象征 疯狂的战士高呼着口号 冲入战场 Mordib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Paul叫Mordib 欢迎点右上角去看我的另外一部影片 提示 老鼠 这一切都起因于梦想 我们从小听的童话故事 到长大后看的电影 以及心灵鸡汤 都告诉我们梦想的力量 不过沙丘所讲述的是 梦想更多时候 是看似美丽的一碗毒药 希望会蒙蔽观察力 书中的角色这样说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富有文化又独立的战斗民族 Frammen人 最终成为Paul的狂热圣战士 连原本收留Paul的领导者 Steelgar也是如此 刹那间 Paul看到Steelgar如何从一个 Frammen领袖 变成天外之音的信徒 变成一个对他满怀敬意 只懂得服从的应生虫 我亲眼看到一个朋友 变成了信徒 Paul心想 将人们戴上歧途的最好方式 就是给他们一个梦想 人类潜意识深处 总是存在一个 想要让宇宙符合逻辑道理的欲望 不过宇宙随时随地 都会领先逻辑一步 在无法合理化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诉诸梦想 从此就成为了梦想的奴隶 不惜一切成就这个梦想 甚至毫不思考的自愿 将主导权交给宣称 能达成这个梦想的领袖 正如另外一个 启发自沙丘的科幻作品所说 自由就是这样死的 在如雷的掌声中消逝 而Paul的救世主预言 可不是Friendman人唯一被操弄的梦想 在电影中有一幕是一个人为野草树浇灌 一棵树就要五个成人所需的水 20棵树就等于100条生命 为何还要持续种树呢? 这全都是为了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 看到Arrakis有一天成为一个水会从天上落下的极乐园 电影中比较没有深刻描述到这一点 但是在小说中 帝国指派的生态学家Lit Kynes 其实在Paul来临之前 就被Friendman人视为精神领袖 因为他的父亲Pardo在多年前被帝国派来当地时 就给了Friendman人一个梦想 告诉他们总有一天能够把这个沙漠变成绿意盎然的乐园 就这样让有着千年传统的部族开始执行他的计划 需要多少时间? Friendman人问 哦,这个嘛,大概350年 现在活着的人谁也没办法看到那天到来 即使他们的八世子孙也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 但那一天终究是会来的 Kynes父子确实带着好意 但是他带来的梦想毕竟还是殖民主的梦想 不过借由这个沙漠世界以及这样的梦想 Frank Herbert也传达了另外一个在50年前 可说是超前时代的复杂主题 环境担忧 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或许下意识都会认为 沙丘是在直接呼应中东以及石油的种种政治与环境冲突 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是启发自一个再湿不过的地方 Frank Herbert在转笔沙丘之前 在美国西北方华盛顿州待了好一段时间 更结交了来自Kwailoo保留区的原住民好友 这个保留区位处于全美实质意义上最潮湿的地方 The Push 你要不要猜猜还有哪个大师及科幻作品有提到这个地点 木广之城 不过The Push在经历多年森林砍伐之下 几乎成为了半个沙漠 这个悲哀的真实故事 这是启发Herbert写下《沙丘》的元素之一 人类拥有大幅改造环境的力量 却鲜少用这个力量保护环境 在小说中 Lid被放逐沙漠 临死前唤听到父亲的声音这样说 生态学的最大作用就是理解后果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之下 所谓的后果就只是用来 事后诸葛 新兴作态的知为末节罢了 电影与书籍打从一开始就不断强调 香料是沙丘宇宙中最珍贵的产物 谁掌握了香料 谁就掌握了宇宙的生杀大权 一小把香料就能买下一栋房子 没有香料 宇航工会的领航员无法规划安全路线 快速宇宙旅行不再可行 而故事中的各个势力 撒下大笔金子 牺牲大批人力 也都只是为了抢夺香料 在电影中 Paul跟Jessica到了生态观察站之后 才得知 原本确实是有绿化Arrakis的计划 但是在香料被发现之后 这个计划就完全取消了 因为香料需要杀虫才能产出 而杀虫最害怕的就是水 这也是在讽刺现实世界中 第三世界国家资源被强国剥夺的现况 为什么要以打击恐怖分子的名义 在中东巩固石油犬 或是以消除核弹的理由四处征战 或是持续砍伐烧毁亚马逊丛林 数百年来持续划分非洲用血汗产出资源 让那边的小孩成天采棉花 却从没穿过T恤 采摘可可豆 却从没吃过巧克力 萨诺斯说的是对的 宇宙是有限的 资源也是有限的 当某一批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剩下的人也只能苟延残喘 在有限的空间内 一超出临界点 数量的增加 并意味自由的减少 在行星生态系统的有限空间中 人类也是如此 正如蜜蜂品中的气体分子 人类的问题并非一个系统内 可以存活多少人 而是这些存活者得以何种方式生存 对于环境该问的问题 不是还剩多少 而是如何共存 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以从最为匮乏的人身上找到 对于真正住在Arrakis上的人 最有价值的资源不是香料 而是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在沙丘之中 水就是权力以及财富的象征 富人在室内建筑温室来展现财富 平民则在大宅门口 乞讨有钱人洗脚毛巾所拧下的水 尤其是Franman人 最为最懂得搜集水源的人 制作蒸馏服 补风气等等 却丝毫不将这些水视为理所当然 毫不涂力 只求生存 毕竟对于Franman人来说 水可说是圣物 水就是生命本身 他们用土口水来表达敬意 面对死者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保存他体内的水分 甚至流泪也被视为无可取代的礼物 他们不想着从这星球上炸出最多资源 却反而比势力庞大的各大家族都不担心水源短缺 正是公爵所谓的沙漠力量 在这严酷的环境之下 他们早已战胜了人类真正的大敌 贪婪 这也是为什么Kinds带来的绿化Arrakis这个梦想 其实不如表面上美好 作者曾在一次访谈时举例 美国和德国曾在60年代合作要改造北非 在某些地区挖井建立水源灌溉系统 让原本的沙漠变成能够蓄木的草原 完成了这件善事之后 他们灰灰衣袖离开 这地区因为新出现的绿疫 人口快速增长 人人津津乐道 然而在几年之后 那个地方的季节降雨 皱减 环境瞬间失衡 造成每一天至少2000人口死亡 在人类对决自然的永恒之战里 强硬的手法几乎永远都是同向失败之路 即使这条路不是引领向死亡 还是会造成预料之外的损失 在小说续集中 Paul的后代确实成功改造了Arrakis 却也让Framan的文化大幅流失 让当地居民处于安逸的生活中毫无警觉醒 当这个星球第一次降雨 当天空出现了白云 当八个Framan人在过去干涸的河床上被洪水吞没以后 他们为什么还要节约用水 溺水事件发生以前 沙丘星的语言里没有溺死这个词汇 但是这里已经不再是沙丘星了 在Paul的儿子Lito二世成为神帝统治的时期 Framan文化甚至已经不复存在 只剩下在仪式上作秀的示范区Framan人 原文是Museum Framan 没有错曾经统治这个星球的骄傲文化 成为了博物馆文物 水曾经是Arrakis的金魄 现在却成为了毒药 水带来文艺 只有沙漠是干净的 当然这不是在争论到底是文化还是生活品质比较重要 重点在于人类文明往往无视后果 恣意改变剥削大自然的环境 皇帝Harkonnen 宇航工会Bene Gesserit 甚至是Atreides家族 都只是把Arrakis视为另外一个可以征服 驯服的蛮荒之地 杀虫与杀暴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人开辟新大陆就好似是我们的照照天命 上帝不可违逆的旨意 只有文明之光才能照亮黑暗的门荒大地 因为人们最害怕的莫过于位置 只要存在些许的不确定性 就如梗在喉 不过越多的控制似乎只能带来越多混乱 Harkonnen能够活下来 还创造出难以理解的技术 甚至还能骑杀虫 就是因为他们不将沙丘视为能够不断利用的资源 而是一个轮回的活体 Harkonnen成为了Arrakis的一部分 就如Arrakis化作他们的一部分 沙丘并不是怪物 而是自然环境之中的共存元素 香料并不是财宝 而是让他们拓展意识 延续文化的大地溃增 在电影中 Paul搭成扑一击逃离Harkonnen军队时 只有在他放下操作感 投入沙尘暴怀抱之后 才得以逃出生天 他活下来不是因为精妙的计算 或是高超的技术 而是放下控制的渴望 柳枝顺着风摆动 才能枝叶繁茂 直到成长成密林 形成一堵墙挡下狂风 这就是柳树的使命 有着多次特写的 可爱沙漠小老鼠 更是强化这个组织 一个看似脆弱的小生命 竟然能在这炼狱一般的环境下生存 也就象征着Herbert 对于自然的理想态度 共生共存 更广义的来说 任何时候将自己视为 高过其他事物一等 都有可能导致无法预期的差错 人类试图掌握大自然 就如试图掌握命运一般枉然 电影中众多的梦境 以及预知画面 不是为了刻意让人困惑 而是显现时间的不确定性 以及试图控制命运的徒劳 在炮塌上Arrakis 顺应Frammen神话的那一瞬间 就引燃了圣战的战火 那可怕的使命 就如阴影笼罩他 越是用力挣脱 就越深陷漩涡涡之中 也许预知并不是在描述未来 而是在创造未来 或许他让自己的生命 陷在某种暗藏的罗网之中 用自己的早年觉醒困住自己 最后成为未来这只蜘蛛的猎物 现在这只蜘蛛正张开骇人的嘴 朝他步步禁闭 或许你们最好奇的就是 Paul到底有没有引发圣战 其实小说第二集的一开头 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第一集最后 Paul成功推翻了皇帝 坐上王位 而续集《沙丘救世主》 就直接跳到Paul成为皇帝的 12年后开始说起 其中Paul与成为了 他旗下大将军的斯德格尔对话 Paul看似鲜血来朝的 要斯德格尔研究历史上 杀人无数的暴军 成吉斯汗400万死亡 西德勒600万 你要不要猜猜Paul的圣战 屠杀了多少人 我敢说无论你现在 心中的数字是多少 都还远远不及真正的数字 保守估计我已经杀死了610亿人 歇息90颗行星 是500颗星球元气大伤 我消灭了40庄宗教 他们可以追溯到 无信仰者 他们全都是无信仰者 不 Paul说到 他们是教徒 陛下在开玩笑 圣战给了成千上万颗星球 带来光明 带来了黑暗 Paul说 一百代后人类才能从 摩阿迪的圣战中复原 我很难想象有谁能够超越我 他喉咙中爆出了一阵狂笑 不过问题并不在于 Paul会不会发动圣战 而是 他为什么无法避免圣战 一切又回到刚才关于领袖的主题 Paul带着所有英雄的特质 却无法阻止他身边一切分崩离析 不管什么事 只要一沾上他的鞭 就会带来死亡与悲哀 他简直像一场可能传遍宇宙的瘟疫 从我们开始关注在乎Paul的英雄旅程之后 这故事却又重重地打了读者的脸 其他的英雄旅程都是讲述主角如何放下自己想要的事物 看清自己需要的 最终找到自己真正的人性 就如作家之路所说 英雄回到平凡世界 除非他从非凡世界带回了仙丹妙妖 宝藏或学到宝贵经验 否则这趟旅程毫无意义 然而在《沙丘》中 Paul的英雄旅程却恰恰被刻意塑造的毫无意义 逐渐失去人性 犯下所有他曾极力避免的罪行 转变成为一个虚有其表的神 这当然跟我们熟知的任何超级英雄故事曲线都背道而驰 究竟为什么《沙丘》要这样做 关键就在于Herbert对另外一个传统观念的批判 也就是一般大众对于英雄故事的仰赖 Frammen人一直生活在极为匮乏的环境之中 再加上护士团的宗教操弄 使得他们只能相信 总有一天会有一位救世主出现解放众生 虽然说Frammen早就学会如何与险恶的沙丘生态共处 但是忽略自己拥有 渴求自己所没有的事物 无论在哪个宇宙都是人类的根本天性 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警示预言 现实之中随时随地都会有新的救世主出现 即使是来到我们资讯发达的时代 应该是说尤其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充满魅力的领袖更容易被塑造 英雄更容易崛起 而满坑满谷的超级英雄电影 不断向我们宣导人性最好的一面 提供希望以及振奋人心的故事 与此同时现实之中的英雄以及领袖 却更像这些电影之中的反派 我们相信 我们崇拜 我们寻求依靠而变得盲目 这些领袖就如沙漠中的水源 也许能够给予我们短暂的喘息 但是更有可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据说在沙漠里拥有大量的水 或使人轻忽大义 最后因而丧命 人们跟随这些号称的英雄 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的行为举止 而是希望他能够带回美好时光 或是期盼他能够带领我们走上辉煌之路 Paul这个人工的救世主 其实离现实并不远 而媒体就是这个世界的Benedict 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社群媒体都是如此 口口声声 我只为了现身而存在 然而多数时候侍奉的对象就只有自己 眼中只有观众的眼球 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同温层 就如护士团在一个又一个星球布下神话 而每个同温层都以为自己的领袖以及神话 是独一无二的崇高存在 殊不知却是操弄的结果 脱欧公投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 当初脱欧团队利用广告和演算法 吸引了几百万原本根本没有再投票的人来投下一票 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投的是什么 更遑论仔细思考正反双方的论点 你知道脱欧方胜出之后 那阵子英国最多人Google的是什么吗 什么是脱欧 想象一下 分门人参加了圣战之后Google 谁是脱欧摩底了 我知道沙丘宇宙里没有电脑 不过要怪罪媒体当然容易 另一方面来说 没有嗜血的观众 何来作秀的媒体 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口齿伶俐的人变成哑巴 聪明人变成傻子 对残忍的人来说 出丑不总是有无穷的吸引力吗 在这个资讯扩散日益快速的时代 一切观点都只能往更两袭化的方向走 嘲讽批判另一方非常简单 但是这究竟达成了什么目的 只不过是让媒体有更多火药 让被冷嘲热讽的一方更加狂热 迷失方向的路人 就这样变成了高喊口号的圣战士 讽刺的是 无论人们自认多么理性 整个社会都难以逃离这样的盲点 我们因为想要相信 而逼迫自己相信 一手丢开不符合这样信念的证据和观点 就如Frammen人听了几千年 Liz and Algayu天外之音的故事 一看到符合这个故事设定的人 毫不思考就败倒在他膝下 即使因为这种信念所塑造出的领袖 本质上带着善意 他的根基终究是建立于摇摇欲坠的狂热上 小说第二本《沙丘救世组织》中的一个老兵 有提到他为什么参加胜战 我没办法想象海洋是什么样 没错 我认识的人都看见了这个奇观 但我认为他们在撒谎 我必须亲眼去看看 所以报了名 我们心中都有一片湛蓝的海洋 微风轻浮 颇光淋淋 然而就如Frammen人一样 我们到了海边才发现这个传说不过如此 更发现那咸色的海水只会越喝越不舒服 将这海洋作为目标 终究只是引证止咳 得到自己渴求的事物 才发现是包着糖衣的孔虚 跟随领袖冲锋陷阵 还是找不到我们想象出来的净土 最终只能继续攀附我们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生命 人非圣贤 即使是个聪明绝顶或是满怀善意的人 也都会犯错 当这个错误足以影响到一整群人的时候 混乱的雪球在眨眼之间就会滚起来了 即使真的有个完美的领袖 愚昧的容易受到腐化的人 终究是会接受这个英雄创造出来的绝对权利 没有暴民就不会产生暴君 而这些暴民多数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是圣战利用了他 我想如果他能办到他宁愿停止这场战争 如果他能办到他只是要 闭嘴 精神的瘟疫是无法阻止的 他跨越了光年从一人传染到另外一人 摩迪的手上没有解药 这种是根植与混沌 这序的手能伸到那里去吗 事实是 人们在寻求救世主的过程中 没意会到的是 一旦做出这样的要求 救世主总有一天确实会现身 让你遗忘自己原先想要的是什么 就如同Paul带领Franman人走向虚武 在这个英雄泛滥的时代 越来越多解构英雄的作品推出 然而在这些故事中 真正的英雄总会起身推翻那些滥用力量的假英雄 沙丘所阐述的则是 任何足以被称为英雄的人 终究都会逐渐成为他誓言摧毁的事物 没有 你不是死而成为英雄 就是活得够久而变成反派这回事 任何形式的英雄都是问题来源 在小说中 Paul的儿子Lato二世 就是看到拯救人类的方式 也就是他所谓的黄金之路 于是Lato与杀虫幼虫结合 化身成为半人半杀虫的存在 就此成为神帝铁丸统治宇宙三千五百年 后面几集小说真的很厉害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修正Benny Jesuit 对于整个宇宙多年的操弄 以及教会人类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绝对不能安于现状 永远不要将一个人当作神来崇拜 当你仰视任何绝对主宰的时候 也就失去了一切自由 然而在现实中 我们没有Lato这种神帝 能够向我们示范这终极的教训 即使这种人真的存在 那也就代表他早已超越了人性 我们还能相信他替人类做决定吗 就连Lato这个几乎拥有不死之身 能力比Paul还要强大的存在 都只能透过如此残暴强硬的方式执行他的黄金之路 更何况是血肉之身的领袖 对于英雄毫不质疑的信任 最终会引领到停滞甚至死亡 如果人民都已然成为了行尸走肉 那这些领袖要带领什么 我向你们展示毫无激情的用路生活 没有报复和目标的惯性运动是多么可怕 我向你们揭示整个文明是有可能陷入这种境地的 我让你们世世代代无忧无虑 平平安安的悄然走向死亡 连为什么都不问一声 我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虚假的幸福 和名为Lato神帝的大灾难预言 现在你们理解何谓真正的幸福了吗 也许幸福就是关键字 我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快乐 然而我们太常指望他人缔造这样的快乐了 讽刺的是有多少人相信自由意志 却不相信自己能够行使这样的自由意志 轻易的就把决定权给交了出去 如此畏惧失败 等着那些所谓更够格的人替自己发声 选择带着恋怨和疑惊和悲惧 每个路都在每个道路上 也没想到我连在这里都能提到洛基吧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顺带一提 最近不少人问说 立范尼的神作导演Denis Verner说你之前一直宣称神作的漫威都是复制贴上的模组故事 有没有觉得被打脸啊 嘿嘿嘿嘿嘿嘿 所以咧 一个做出我喜欢作品的导演批判了另外一个我喜欢的系列 所以我就不能喜欢那个被批评的作品了 这个频道的目的就是塑造一个讨论空间 大家都应该保留各自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包含了千言万语的这四个字 认真的说刚刚那句建设性评论也刚好符合这里的主题 我们为什么总是等待一个看似有权威的人来验证我们的观点 为什么要等着他人铺好正确的道路才敢走上去 功成名就使庆幸自己把握了时机 失忆骆驼使却又怪罪时运不济 会感到造化弄人 就是因为我们早已亲手将自己的自由意志给交了出去 人类最大的矛盾 就是希望能够预知一切 排除未知的恐惧 却又害怕自己的命运 也许早就被决定好了 Paul的预知能力是个诅咒 他能够看到前方的危险 却无力出手阻止 未来是宽广的 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结局 但是在向未来前进的过程中 时间却成为了一项窄门 只允许一个结局 如果连他如此能力强大的人 都无法抵御命运的洪流 那凡人又有什么希望 难道我们都只是时间守护者剧本之中的一个角色吗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是故事中的主角 于是急切寻求掌控 但是握得越紧 未来反而越容易溜出手掌心 就如洛基完结篇的Sylvie 一刀刺下 以为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却衍生出无限混乱 他意识到 他的预知能力既精确又存在误察 为了看到未来 他必须消耗能量 而消耗的能量又改变了他看到的未来 所谓的预知 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管用 罗斯福总统当初曾建立一个braintrust小组 计划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 但是这一群天才以及学者 没有看到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看到核能 足以撼动整个社会的 许多时候并不是精密计算的结果 而是预料之外的分支 再看看这两年好了 谁会想到一个病毒竟然能让几乎全世界停止运转 越是精心策划 预判 一旦意外发生 反而会更为不知所措 当然美国可说是这种后果的看板狼 把武器和资源交给当地圣战士来对抗苏联 恭喜你养成了塔利班还有盖达组织 极端的反恐手法 砍断一颗头 两颗就会长出来 ISIS就此诞生 就如Lito公爵完全看穿Harkonnen和皇帝的陷阱 却仍然家破人亡 就如Paul提前看到了圣战 却仍然无法阻止600亿生命消运 越是自认为对于还没发生的危机 有完全的掌握 越是容易踩入其中 亏是未来无意盗取圣火上的可怕火苗 预知力极度危险 会吸引灵魂冒险投入 迷失其中 人们也有可能从那个无形的 危险的地方带回猫中有形的东西 电影中透过Paul的预知 完美传达了这一点 Paul看到反本人James在他的幻象中出现 以为会是个带领他进入不足的盟友 于是掉以轻心 殊不知实际上的James 对他们充满的狐疑 甚至发动决斗 最终被Paul杀死 Paul就因为自己的预知能力给予的安全感 而自以为能够大摇大摆走进Frammen领地 从没杀过人的他 却被迫夺去一个生命 也因此损失了自己的一大快人心 那些叠得最重的焦 往往来自全然的把握 又如Herbert所说 你想要达成完全的预知吗 那你只想要今天拒绝明天 你是终极的保守主义者 你试图在永恒变化的宇宙中阻止行动 人性最伟大的特质就是我们愿意疯狂地在不可能之中寻求可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忘了接受自己的限制 自以为能够主宰一切 以为所谓的掌握命运 就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忽略宇宙最恒久不变的定律 意外和差错 毫无偏差通向终点的路必定是行路者毫无所得 要证明这里有一座大山 只需向上稍稍攀爬即可 站在山顶的人是看不见山的 我更认为Benny Jesteret整个用来找出真人的痛苦测试 本身就是本末导致的 圣母说动物会为了从捕兽夹中逃脱而咬断自己的腿 唯独真人会忍痛装死静待时机 事实上沙丘这么多本小说想表达的 不就是咬断自己的腿逃脱陷阱才是人的本性吗 Paul与雷头二世都拥有全知全能的预知能力 以及千百代祖先的知识 其中一个却无法阻止横跨整个宇宙的圣战浩劫 另外一个则是化身暴君 让人类停止进步三千年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真人吗 难道人类如此可悲 在无穷无尽的智慧之下只能固步自封 非得要被压得喘不过气 才能意会到外头广大世界的可能性 不放开控制欲 逃离盲目的信念 看清自己的极限却不轻易屈服 这才是作为人的真正意义 在炮汗雷头之下 人类存活下去的代价就是自由之词 但是这不仅限于虚构故事之中的强大领袖 我们以生存之名犯下的暴行不可身属 尤其是对于自己 为了活下去 我们往往把自己扭曲得不成人形 却毫不自知 活下来跟活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现代的安逸世界 忽略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极其容易 不过这种安全感却直接导致了热情之死 反正我离死神还很远 何苦如此集结盈盈 剩下的只有呆滞的眼神 和日复一日的生活 凡人皆有一死 并不是个悲观的宣言 而是时间洪流之中必然的真理 这点其实也与沙丘导演之前另外一部电影 一心入境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故事中女主角终于理解了外星人的语言 才知道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语言 能够同时看见过去与未来 而女主角也因此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她的女儿会因为重症而病逝 但是她还是选择实现这样的未来 生下女儿 毕竟明知道会受伤 会叠交 却还是执意前行 这不才是生活的意义吗 终究沙丘又一次颠覆了表面上的理解 它似乎是一个反对信仰的故事 然而实质上在这个宇宙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信仰 不是对于领袖以及英雄的信仰 而是对于个人自身的信仰 事实这种从表面上就能看出的客观存在 是认知的最底层定义 但是信仰这种相信看不到 甚至不可能失误的态度 才是认知的最高结形态 炮与勒头二世因为掌握了所有事实 所以丧失一切信仰 成为把手永远放在盒子里承受痛苦的动物 不过这反而给了剩下的真人一个教训 没有人能够掌握永恒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犯错 尝试才能够真正凸显自由意志的可贵 我们该寻求的不是一个客观的最佳解 而是相信自己能够掌握每一个瞬间 毕竟生命的神秘并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必须经历的现实 希望我今天有成功让大家体会到这部电影的深刻意义 以及沙丘背后的浩瀚宇宙 真的是感谢各位陪伴我完成这个大工程 我成天埋首在Arrakis的沙丘之中 追随Paul Atreides以及其后代的传说 仔细琢磨其中的政治斗争 人性探讨以及其他互相映照的主题 在这段时间的轰炸之后 累积起来已经有数万字的笔迹 然而我对Frank Herbert塑造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到厌倦 当然这趟旅程能够如愿实现 绝对是要感谢大家出版 终于再度将科幻小说中的圣经带来台湾 全新的版本不仅首次让我们能够有完整的六部曲 还有更为顺畅的翻译 全新超美的书本封面 以及引领你踏入这个世界的导读 这么多努力其实目的很单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身来体验一下《沙丘》的感动 上一次绝版就长达15年 这一次再错过真的很可惜 有兴趣的话赶快点一下说明栏连结 去大家出版的FB粉专查看更多资讯 之后还会有更多深度解析 无论是《沙丘》这样的大作 还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漫威电影 一定要订阅加上小铃铛才能看到 我是超力房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